好,BFS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Chapter 6 今次已經是BFS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的最後一課 我們今次會講講Development of Quality Workforce 在這個 chapter中,我們主要會探討兩件事 第一個呢,就會講這個Motivation Theory 這個也是我們在DSE常見的題目 差不多每一年都會有一題,可能是講一個Theories 現在會比較少,因為以前會有五個Theories 但現在就剪到剩下三個了 所以出的機會會比較少了 不過也是比較有用和容易去考的 所以大家都要去記一記 我們有哪三個呢? 分別呢,第一個就是Marslow Hierarchy of Nice Theory Marslow的 這個可能你們在通識也會有學過 我們叫做Mars的需求階梯 第二個是Herbergs的Dual Factors Theory 這個字讀得小心點 Dual Factors Theory 最後就是Magro的Theory X and Theory Y 這個也是常考的 我們有這三個 所以呢,當題目問到你這些名稱的時候 你們自己要留意說哪一個Theory 在這一段影片裡面 即接下來這段影片 我們都會去講一講這幾個Theory的一些 背後的理論 以及也有些什麼方法可以去Motivate到你的員工 第二個大範疇 我這次會講呢 就是Internal Communication Program 我們說如何去開展一個Quality Workforce 我們說要好看員工和公司的關係 而如何建立關係呢? 最好的模式呢 當然就是有一個好的Communication 除了Official的一個渠道 可能是說你寫信 和你直接嘗試說 有沒有其他一些渠道可以溝通得到的呢? 然後可以讓很多人去都可以參與 那一陣子就會跟大家去 有些話講解的 好了,那首先呢 先看看6.1Motivation Theory 那還沒講那三個Theory之前呢 那我們先先想講 假設如果你的員工是沒有什麼Motivation 你的staff morale很低的時候呢 那會不會出現一些什麼的情況 那因為怎麼會講這個 那反過來 其實反之亦然的 如果你知道這三個是沒有的 或者是低 就是做得不好的時候 你看到是一個低的staff morale 對不對? 那就會出現以下這三個情況 第一個就是low productivity low job satisfaction higher turnover rate 那逐個都解釋一下 那第一個就是 但是如果你的staff morale不好的時候 為什麼你的pollativity會低呢? 那很明顯就是你 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你將心比起 你不要 你經常跟那些人說 哎呀,不要不要讀書啊 今天 那他那個記入夜入路的速度就會低 那其實都差不多 就是你的staff morale那個 士氣低落的時候 其實你那個工作的效率 或者你的效能都會相對地影響 因為你那個 某程度上 你的情緒都會影響到你那個 動作的效率 或者你那個 啊 go additive 那其實都會下降啊 那所以呢 呃 所以呢 變了來說呢 你的pollativity呢 其實相對地呢 都會低一點 那啊 還有啦 當然就是你的low job satisfaction 那 那個start morale低的原因 很可能是因為 你買一些的 needs 其實是未必 能夠被人 複裕得到的 那就是舉個例子 譬如說 可能你覺得自己 工作表現是 都不錯的 但是就 沒得升職 沒得教人工喔 那可能導致到你那個 嗯 士氣就會低 因為你那個 滿足不了你嘛 未必不能夠 複製到你嘛 是不是 那變了呢 所以呢 就會出現了 no job satisfaction 的情況出現 那所以就 你看到這個 不開心樣子 是不是 不開心樣子 那所以呢 你那個 工作效率 也都會比較低 以及你的工作的 滿足度也都會低 那很多原因 工作滿足度低的 例如可能 你 你想要 工作 autonomy 但是你就 沒有啊 那可能 處處受到 你那個 management 的一些管制 它是行這個 嗯 那 變成了兩個 不配合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些 no job satisfaction的情況 的情況啦 好了 那 那 再下 就會是 去到 higher turnover rate 這個 這個 中文 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 這個呢 中文可以譯作 流失 率 那 就是說呢 呃 那個 員工那個 流轉速度很快 那就是整天都 不可以retain到 我們那些員工 那不可以retain到 員工呢 變成了呢 其實對於 那些公司長遠的發展 其實都不太好 因為 你可能 你重新培訓過 一些 新的員工 那些員工 那些員工 又未必知道 你這間公司 那個 呃 一些 要融入回 你這間公司呢 其實要 適應回 你那個 嗯 那個corporate culture 那但是 如果你 經常都有流失的話 其實對於 培養的士氣呢 其實都是 比較差一點 那所以 變成呢 就會有 以下的幾款情況 發生了 那 那 motivation theory 我們就說了 如果這個 staff morale 是低 就是你 motivate不到你的員工 有三個可能 就是三個不好的情況 發生 第一個 pulativity會下降 la job satisfaction也都會低 還有還有一個 就是 turnover rate都會高 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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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對 好 每一人 沒錯